我刚才在想 就是大家在互相选择的时候 大家觉得是更会选择自己 跟自己更相似的人呢 还是更互补的人呢 因为这两个理论 其实都有数据支持 其实我觉得有共同性 是非常重要的 但其次我希望是有不同的 因为我希望在我的生活当中 它有一些身上某些特质 可以让我变得更好 那同样我身上某一些好的特质 也可以影响到它 让它变得更好 其实挺喜欢这个话题的 因为在我看来呢 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似的 对对对 然后同时两个人之间 也没有完全相异的两个人 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 所以这个其实的划分 我觉得是什么东西 你在追求相似 至少在我看来 能够持久走下去的 相似的必须是三观 但是什么是可以不相似的呢 就是他身上有一些 我没有的品质 比如说男生勇敢 我脆弱胆小 我就希望他身上具备一些 我身上不具备 但是我非常向往成为的 那种优秀的品质 是 所以大家就把这个维度 分开来思考 我觉得就会对自己 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很有帮助